释迦牟尼佛当年才是 教化忠诚的方法 身心研究 他全做出样子出来了 他教我们看破方向 他真的是彻底看破方向 真做出样子 从离开家庭出去求学 19岁 30岁 为我们表演大切大努 彻务之后教学 教一辈子 79岁过世 讲经教学 49年 49年 他为什么能成功 神教 他所说的全做到了 大家相信他 跟他学习 他所说的要是没有做到 那谁相信他 最经常讲 为人一言说 也是表演 是做出好样子 为人一言说 说在后头 表演在前 佛教教学 火火火火火火 他不是四大办 所以经常在说 佛无有定法 他们有一定的方法 因人 因私 因时 因地 变化大了 这个就是随身自信 才嫌出这么样的后博 那么现在的社会 最严重的病是什么 这个致病 佛成为大义王嘛 众生都有病了 现在哪一种病最严重 最严重的病 从这里下属 最严重的病都能治 那其他的都好治了 好办了 今天社会最严重的病 大家都能看到 看得出来 贪嗔痴慢疑 这里头最严重的 是贪财 贪嗣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圣教 对圣教怀疑 那我们也 我们做的方法就知道了 我们表演什么呢 表演 放下财 放下色 放下名 放下利 表演这些 做出来给人看了 表演对圣教的身心不宜 做出来给人看 这个开头做的时候 也不适合于死心 为什么呢 人家不但不会赞叹你 反而讥笑你 你迷信 你看 迷到这种程度 你钱财产名书顺都不要了 他说你迷了 他没有说他错了 他说你错了 那我们要做 要说坚持 不断的做下去 做个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不改变 慢慢的 人家才会救 我去世里 不要 在世里 我去世里 小人 永远 你 我去世里 你 我去世里 你